今天讲如何恢复VSCode的默认设置 就是恢复到那个出厂设置 我们打开那个VSCode 打开VSCode之后 然后点开这里View 然后第一列这个Command这个我们把它打开 然后这里输入OpenSettings 那这里我们看到有三个不同的Setting 一个是Workspace工作区 一个是User用户 还有是默认的 就是我们要编辑的 就是这个JSON文件 我们首先打开这个默认的JSON文件 然后这里的话 你看就是说我们如果是要编辑的话 它是不能编辑的 这个是只读文件 然后我们把这个关掉 接下来的话 我们只要就是编辑工作区的文件 和那个用户文件就可以了 我们还是打开View这里 点开这里 我们打开 我们首先先打开这个Workspace的这个工作区的JSON文件 然后我们把这对大括号里面的所有的这些内容 全都清除掉 好 就留下这两个大括号就可以了 保存这个文件 关闭 然后我们再打开这个 我们同样还是在原先这个地方 再打开就是这个 用户的这个JSON的配置文件 然后把这个也删掉 也是只保留这对大括号里面所有内容都删掉 把这个也保存一下 关闭 然后我们现在把VSCode关掉 再重新打开 现在就恢复到就是这个默认的出厂这个设置了 现在就留下之前做过的这个项目 如果我们要的话可以保留 不要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这个项目 然后点开左边这个File这里 然后我们选择这里 关闭这个文件夹 然后就把它从那个VSCode里面 删除掉了 关闭VSCode 如果要彻底删除的话 我们再到电脑里面 找到这个文件的位置 然后把它删除 这样就彻底清除掉了